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葡萄多多分灵挂件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 葡萄也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和吉祥的寓意 那接下来就一起探索古人的水果冰神美学吧 这里我同样也提前做好了布线 那下面我们先拿4根50公分的米白 做一个十字节的开头 先拿上第一根线 终点卡住 再拿第二根线 第二根线套在第一根线上 压紧交叉的部分 再拿第三根线 第三根线用手指卡住终点 然后把第二根线放到第三根线中间 再把第三根线提起来卡住 第四根线跟第三根线分法一样 先卡住终点 把第三根线放到第四根线中间 提起来卡住 最后我们把第四根线的线尾穿过第一根线的线头 再把线收紧 再把线收紧 这里最好呢是要调整一下 收得好一点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两根线就是接下来的轴线部分 下面我们进入到加线的部分 先拿第一根50公分的米白色 终针卡到我们明线的中间 这里我们要记住一个规律 我们的动线在上 轴线在下 先加的线是动线 是横过来的这一根 下面我们拿左边的这根轴线拉直 右边的动线绕线做反鞋转结 这里呢提个小点 如果你们是新手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准备一下直血贴 然后我们像手指的话 就是一般都是这只这只 然后还有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会用力去拉线 如果你们怕磨出水泡的话 就准备一下把手指贴起来 这样能保护一下你们的手 那下面我们进入到制作的部分 轴线拉直 动线在上 做一个反鞋转结 第一下的绕线 我们要注意要把线头拉到顶 第二下拉紧就行 下面把猪针拿掉 把猪针卡在线跟线的中间 原先呢我们猪针是卡在线的中间的 下面我们换右边 右边的轴线拉直 动线绕线 动线就是我们刚刚新家的线的右侧 下面我们加香芋籽 那刚刚我们米白色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做香芋籽的话 就很清楚明了了 轴线拉直 动线绕线 现在加的是第二根香芋籽 下面是 第四根线 淡西红50公分的 往下再两根香芋籽 下线 那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第一组加线完成了 一共1234566根 接下来的三组加线方法是一样的 大家按照我的视频顺序去做 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接下来的视频顺序去做的 接下来的视频顺序去做的 就不做了 接下来的视频顺序去做的 接下来的视频顺序去做的 看起来的视频顺序去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上就是我们四组加线的效果 下面我要做加线中间的葡萄部分 那这里我已经把线四等份了 下面我们来继续做加线中间的葡萄部分 再来到小戴上去 不你在一起的葡萄 我已经把线四等份了 在这里的葡萄时 在这儿画面里每个位置都要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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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